白衣天使发出怒吼气宿这个工时超长 每一天平均得照顾15个病人根本吃不消 连怀孕了半夜也得赶到医院来上班 老委会强调只要是怀孕的妇女都可以选择轻松工作 晚间10点之后是不需要轮值的 至于本劳外劳基本薪资到底要不要脱钩呢 老委会强调了这府院立场是一致的 薪资绝对不脱钩 大批病患同时涌路 看时间赛炮的压力又得超时工作 让白衣天使大探传不过气 这样的工作根本非人道 管你是不是孕妇照要操到只剩半条命 这样的恶劣环境让护士大探做不下去 对于怀孕的妇女其实是有特别保障的 她可以请求改掉较轻易的工作 大概10点以后就不上班 这个是各医院都在遵守这个规则 虽然明文有规定 但人力不足下规定也只能拿来做参考 当然不止护士怒吼要捍卫工作权 其他的劳工也希望基本薪资能调整 就有人抛出本劳外劳薪资要脱钩 劳委会捍卫立场 不管是总统府不管是行政院不管是劳委会 我们立场始终都是一致的 那么就是不脱钩 脱钩这件事情可能在短期上面 或许会觉得有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长远来看是反而是不利的 可能是向下沉沦 坚持政院同不同调 薪资绝对不脱钩 但各方争议不断 后续效应有待观察